今天吃什么 心满满疼 满满冷 唱什么歌啊 吃什么 心满满疼 满满了 吃什么 不快走了 大哥有话好好说 我这唱的 就是今天 我们要吃的食材呀 走了 心满满疼 满满了 满满的 不到爱人 付出一生 受费几成 怎奈一回 尽是伤痕 你和人看我憔悴 要我如何收拾这 爱的 残缺 这就是原始 泥炉烤肉的 独有魅力 工业装修风格 显得烤肉的 焰火更加硬核 而韩式烤肉的菜单之下 隐藏着这一份 在整个南昌都比较罕见的 活烤鰻鱼 几点几烤 日韩活鰻料理 来 见识一下 这种炙鲜美味 是很难等待的 烤一个黄鰻鱼 大概需要十多分钟的时间 工程浩大 这段时间呢 我们不妨干嘛 不妨来尝一尝 这边的经典主食 现在烤了大概有七八分钟了 这一个个南鱼肉呢 就像一个个 动门一样 立起来的 来咯来咯 好 谢谢 那这边的吃法 您有机会来 真的要感受一下 首先 蘸上海鲜酱 每点一盘 会送一包海苔 一片海苔 好烫 尝一尝 原来鰻鱼是这个味道 太幸福了 肥滋滋的鰻鱼 因为它的鲜活 口感愈发膨胀 海洋深处的鲜甜 和汁油的浓香 味介了无数干瘪的味蕾 蘸上海鲜酱油 包裹上进口海苔 用舌尖一笔一画地 写下了一个鲜 火烤鰻鱼是日韩料理里 比较高端的一个菜品 然后呢 大家都知道 活鱼嘛 肯定就是鲜 然后像日式里的鰻鱼饭 或者是这个鲍烧鰻鱼 它用的都是冷冻鰻鱼 但是我们家是有一个鰻海鲜池的 然后每天都是有客人点了 就现吃现抓 然后有的时候鰻鱼上桌 还是会冻的 所以它的口感肯定是 非常的新鲜 然后又非常细嫩 而且营养价值肯定也非常高 很好 你这边五花烤焦点 五花我个人喜欢吃焦点的 烤焦点 尼鲁餐厅的爆款菜品 着着必点 东北空运的精品猪花 肥瘦黄金比例 三肥两瘦 蘸上干料后 包上生菜 或寒餐里特有的酥子叶 大蒜片 辣椒圈也不能忘 吃肉不吃蒜 香味少一半 烤干一点更香 烤嫩一点也是肥而不腻 不要吃焦一点 尝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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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上头 这股猪五花的肉香 其实在韩式烤焦点里面 是很难获得的 要么就是因为烤得不够好 导致这个猪油香散不出来 要么就是什么呢 猪五花 它的这个选材 不是特别讲究 所以导致它那个 心肉会比较重 这个 就是特别香成的 很成厚的一种猪油香味 而且食材选择方面是非常讲究的 包括我们家这些肉 也是以原切为主 就尽量少调料 原切 原汁原味的 然后喜欢吃调料的 可以用这些蘸料 然后呢 就这样的话 就不会说 吃进很多调料到身体里嘛 而且也比较考验 我们的肉质 因为如果肉质不好的话 是不敢切了 直接上桌的 肯定是要保持肉质 也非常的好 整个桌也只配这一道菜 有作为总结的权利 也就是这一道原始尼炉的招牌 火烤鰻鱼 这一道鰻鱼 是我有史以来 吃烧烤也好 火锅也好 这种料理方式 是像最嫩的 且真的非常的 射人心魄的一种 味道跟口感 这是那个元气山楂气泡水 急活了 喝完这一口 才能多吃几块 它这个满鱼呢 是一条一条卖的 您来了 现点一条 给您撑重 按重量给您算 现场处理 直接上锅 烤 舒服 就把一切都包进 脆嫩的蔬菜中 沾满生活的五味调料 一口一口的 把烦恼吃掉吧 欢迎各位爱吃肉的好朋友 都到那个原始尼炉来 尝尝我们的 当家的火焖料理 还有猪五花 这都是我们的爆款菜 您一定要来品尝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